迷你世界的火山祭坛上放上神圣树的果实巨人头颅还有短剑 虚空幻影它就会出现 但是虚空幻影并不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boss 而最强的boss是虚空首领 虚空幻影在他的面前也瑟瑟发抖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 虚空幻影的心情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为什么虚空首领没有出现在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虚空幻影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虚空幻影它生存的地方就在火山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火山的旁边就是水源 而在水源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树 很显然这是弥拉星的地上世界 而我们发现虚空首领它生存的地方就比较恶劣 你们看白麻麻的一片 而这里其实就是基岩的下方 也就是我们人类所俗称的虚空中 我们人类就用虚空就会咯屁 那么虚空首领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迷你世界 我和学姐发现 那是因为我们人类所见到虚空 必须要先用铲子铲掉所有的土 然后再用钻头打掉所有的岩石层 最后才会看到基岩 而我们人类无法破坏基岩 所以没有办法到达虚空中 而虚空首领也是同理 它无法破坏基岩 所以它不能来到迷你世界 你们知道了吗